《天秦》 《天秦》 嗨大家好!我是天秦胡老師 胡老師在前面的天租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天珠大概90%到95%以上都是瑪瑙制的 那有一些人会说 我手上有一颗天珠 它怎么感觉好像是塑胶制的 然后就会直觉的认定 塑胶制的天珠就是假天珠 这一定是攻略珠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觉得塑胶制的摸起来 感觉上像是塑胶制的天珠 它就是假天珠 其实你很有可能会错过 值得珍藏的我们所谓的料气天珠 这部影片胡老师就要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料气天珠 胡老师手上这就是一颗料气天珠 荧幕旁边会有特写 等一下影片最后也会有特写 在这边胡老师要先跟各位传达一个观念是 不是所有摸起来感觉像是塑胶制的天珠 它都足以被称为料气天珠 料气天珠在材料跟发展史上面有它严格的要求 料气天珠它出现的背景历史因素在于西藏地区产出来的玛瑙 在清三代之后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们俗称的乾隆皇帝之后 他就清那个西藏地区就已经不再产玛瑙 已经挖不到玛瑙 但是因为在藏区藏民他们制作天珠是随时都有的需求 他们随着自己在藏传佛教里面的修行 修行的过程去制作天珠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之一 所以在清三代末期之后到西元1868年的中间 有一段制作天珠的空窗期 那在1868年第一批人工素质 我们俗称塞鲁鲁被制作出来 然后传到藏区 藏民发现它硬化之后的效果 触感有一点像是玛瑙 因此他们研发出来的一种配方 是把珍贵的藏药磨成粉末 里面加一点点铅或者说是鑫 或者说是铜粉 然后再用塞鲁鲁进去把它固化之后 去相识黑色的部分 这个样子出产出来的天珠 才叫做料气天珠 因为塞鲁鲁本身硬化之后 它表面摸起来有玛瑙的光滑手感 那要加一点点的金属粉末进去 是因为人工素质本身凝固之后 它的质量比较轻 加了一点点金属粉末进去 它可以仿制玛瑙添珠的重量感 所以真正的料气天珠 你拿在手上去掂量它的重量 你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塑料来得重 所以在收藏天珠领域来讲 你大概收藏不到满百年 但是不满150年的玛瑙天珠 因为这中间是西藏地区玛瑙的绝晃时期 你只能收藏到满百年左右的料气天珠 这就是为什么料气天珠 它在天珠收藏领域 它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现在有非常非常多 用现在人工素质去合成出来的 那个真的叫做标准的塑胶天珠 所以如果你用现在新的塑胶天珠的价格 把它当成料气天珠再收藏 那你一定会买贵买到假货 然后会被其他人去质疑 因为它真的就不是我们收藏界俗称的料气天珠 来胡老师要来放福利了 这次我们要抽的是胡老师手上这两条手链 订阅我们天琴YouTube频道 按赞影片 并在影片下方留言 料气天珠比较重 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什么成分 就有机会在胡老师下一次的直播当中 抽到这个铜镀金龙头 搭配金沙黑钥匙去绑出来的手链 全台湾最专业最详尽的天珠与命理相关知识 都会在天琴YouTube频道一一呈现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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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